新北市淡海轻轨在蓝海线通车以后 除了通勤人数增加,沿途风景 观众朋友您看到的是相当优美 也吸引了好多轨道迷 以及摄影爱好朋友们前往拍摄 我们接下来告诉您的是 先前曾经有网红为了取景而闯入蓝海轨道 而还好红外线轨道侵入侦测系统 它第一时间马上发出警示 才没有造成任何事故 而未来淡海轻轨也将要再加强轨道监控 来确保行车安全 淡海轻轨于蓝海线通车之后 通勤及观光搭乘屡次成长 也因为沿途风景优美 吸引相当多轨道迷 还有摄影爱好者前往拍摄美照 不过行车及搭乘安全更显得重要 之前就曾经有网红为了取景 而闯入了蓝海桥轨道 还好轨道上面设有红外线轨道入侵侦测系统 第一时间立即发出警示 没有造成任何事故 而为了保障行车安全 淡海轻轨更加强轨道监控 以确保行车安全 因为我们的轨道上面有一些机电设备 那在营运以后 其实它现在都是在一个带电的情况之下 旅客如果上了一个我们的蓝海桥 或者进到我们的轨道 那就会有一些感电的一个危险 所以在这边特别呼吁我们所有的旅客 您就应该在我们规范的一个范围内 就不要到我们的轨道 那这样是有一些安全上面的顾虑的 新北捷运公司表示 淡海轻轨沿线多维无人车站 除了轨道及边坡的监测系统之外 对于旅客与月台的乘车安全 除了于通车前 已经设置的妇女安心后车区 也利用了影像监视器来确保旅客安全 即便是无人车站都可以给足满满的安全感 说我们在每个车站的月台 我们都有设有安心夜间后车区 旅客在这个区域后车的时候 行动中心可以透过我们的摄影机 持续的关注旅客后车的一个安全 那另外我们在南海桥 进南海桥的地方 还有在我们要进高架车站月台的那个地方 我们也侦测有人员入侵侦测系统 当有人员爬到走到我们的轨道里面去的时候 行动中心就可以透过这个系统去知道 说有人入侵 那可以做一些即时的一个处理 另外 南海轻轨在红树林及渔人码头站 都设有公共厕所 为了提供更方便游客的友善服务 近日更转型成为友善性别厕所 一方面提供亲子族群 还有为生长旅客提供的需求 有充裕的空间 不同需求的客群提供细致的服务 让更多元性别友善需求族群 可以给他们一个更妥适的识别空间 让所有搭乘淡海轻轨的旅客 都可以享受更安心友善的搭乘体验 记得许多安音 在这下方的 在这下方的 感谢观看